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束花看起来是后山彩的 这是崔楠楠要寄给他父亲的 感恩日 他父亲为什么没来 这好像是医务室里的退烧药 看起来是崔楠楠一家三口的画像 原来他还有一个弟弟 奇妙 看来他俩关系很好 在海边拉大提琴 这画的是他自己吗 入学时候给的洗漱用品 他怎么敢私藏手机 我已经是在库上 我已经在库上了 但在这一年 在库上 在库上 我认识的 你开始出现 像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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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么时候画的我 崔楠楠到底来自怎样的家庭呢 我告诉你们有个选择 这会很简单 这是他被送进来的原因吗 差不多了 我该回去找杨校长复命了 我检查完了 你不觉得还有什么事吗 我已经找到了杨校长央的东西 你走吧 我在搜搜看 你干吗 杨阳 杨阳 你把几秒带出去 我要跟崔楠楠聊一聊 章楠你敢拦我 你现在可真是听话 我就是测测你的反应 走吧 杨校长还等着我们 没事吧 你不想会让他改变了 你不公开 我记得了 你不想会让他改变了 你不想会让他改变了 他压根就没把您的话放在心里 他只是装出一副害怕您敬畏您的样子 哦 是吗 他做了什么 他包庇崔楠楠的违规行为 还对崔楠楠有不正当的心思 委婉 我觉得他的治疗 你在质疑我的治疗结果 不敢不敢 我只是觉得张扬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样子 狡猾得很 他应该需要更深入的治疗 才能真正学会感恩 看来你确实需要更平坦实验的治疗 送起十三号感恩治疗室吧 走吧 啊 我已经找到了杨校长腰的东西 你走吧 我在搜搜看 哎 你干嘛 张扬 你把几秒带出去 我要跟崔楠楠聊一聊 张扬你敢拦我 放开他 你再包庇他 我只是完成杨校长给我的任务 等你见了校长的面 看你怎么输 张扬 小弟 红扬你 共 halves 镇底下 есь plane i 维俑 反正 点 可是 张阳表现得如何 他压根就没把您的话放在心里 他只是装出一副害怕您敬畏您的样子 哦 是吗 他做了什么 他包庇崔楠楠的违规行为 还对崔楠楠有不正当的心思 我觉得他的治疗 你在质疑我的治疗结果 不敢不敢 我只是觉得张阳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样子 狡猾得很 他应该需要更深入的治疗 才能真正学会感恩 看来你确实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疗 送起十三号感恩治疗室吧 走吧 我试图了 你不觉得还有什么事儿吗 我调查性能 不用你教 那好 这里为什么会有单独的一瓶药 有谁能解释一下 这是 萧医师开的药 有什么好解释 这种药 医务室能开一整瓶吗 医务室不可能开一整瓶这种药给你 你作为米医生的助手 应该比我更清楚 这事我也不小心拿出来 不小心 你觉得杨校长会不会相信你 又会不会追究米医生的责任 适可而止吧 张扬 这件事跟米医生没有关系 是我私自拿走的 很多同学在治疗之后都会发烧 我就是想帮帮他们而已 我知道了 我会如实告诉杨校长 胡乖室也外国人 下班 我想是 我还不过 张扬表现得如何 他压根就没把您的话放在心里 他只是装出一副害怕您敬畏您的样子 哦 是吗 他做了什么 他包庇崔楠楠的违规行为 还对崔楠楠有不正当的心思 我觉得他的治疗 你在质疑我的治疗结果 不敢不敢 我只是觉得张扬 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样子 狡猾得很 他应该需要更深入的质疗 才能真正学会感恩 看来你确实需要更长时间的质疗 松起十三号感恩质疗室 走吧 我检查完了 你不觉得还有什么事呢 我检查了崔楠楠 不用你教 喂 管 呃 这里为什么会有单独的一瓶药 有事要解释一下吗 这是 萧伊是开的药 有什么好解释 这种药 医务室能开一整瓶吗 我检查完了 现在回去回工 谁呀 问清楚了 崔楠楠的身体不好 医务室给他开了一整瓶药 这就是答案 哼 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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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扬表现得如何 他压根就没把您的话放在心里 他只是装出一副害怕您敬畏您的样子 哦 是吗 他做了什么 他包庇崔楠楠的违规行为 还对崔楠楠有不正当的心思 我觉得他的治疗 你在质疑我的治疗结果 不敢不敢 我只是觉得张扬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样子 狡猾得很 他应该需要更深入的治疗 才能真正学会感恩 看来你确实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疗 送起十三号感恩治疗室吧 走吧 我调查崔楠 不用你教 这里为什么会有单独的一瓶药 有谁能解释一下吗 这是 萧伊士开的药 有什么好解释 这种药 医务室能开一整瓶吗 你做为你医生的助手 应该比我更清楚 这是我也不小心拿出来的 不小心 你觉得杨校长会不会相信你 又会不会追究你医生的责任 是可耳职吧 张扬 这件事跟米医生没有关系 是我私自拿走的 很多同学在治疗之后都会发烧 我就是想帮帮他们而已 我知道了 我会如实告诉杨校长 叶赖 校长 张扬表现得如何 他压根就没把您的话放在心里 他只是装出一副害怕您敬畏您的样子 哦 是吗 他做了什么 他包庇崔楠楠的违规行为 还对崔楠楠有不正当的心思 我觉得他的治疗 你在质疑我的治疗结果 不敢不敢 我只是觉得张扬 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样子 狡猾得很 他应该需要更深入的治疗 才能真正学会感恩 看来你确实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疗 松起十三号感恩治疗是吧 张扬 张扬表现得如何 没看到什么可疑的地方 张扬 张扬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能力吧 张扬 你 张扬 他到底说我没事的啊 怎么 Going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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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 这难难发烧了 不 他是给其他人的 看起来他也是好心 你觉得这个很严重 是的 他不应该私自偷取药品 去帮助其他同学 很不错 去治疗室等我吧 是我哪儿做得不好吗 你觉得这是帮助吗 如果发烧就要吃药 那还要什么矫正 还要什么治疗 还怎么学会感恩 对不起啊教授 你还是不够认真 好吧 那你真是错了 你真是失败了 我要感恩 我可没有耐心了 下一次 你可想清楚了 我还是要试图 其他人的选择 你真是 你真是 你逃跑了那天晚上 我带领大部分教官出行道理 你真是 学校有些人 暗中做了一些事情 教务楼的教官被人打住了 说什么 有人进了我的办公室 只要你能找出这些人 你的奖励当然能上 我不需要奖励 不想回家了 只要你完成任务 就可以回家 除非你不想 我完全不相信他 我只是没想到 你这么信任我 那天你逃跑了 还记得吗 所以不可能是你 你要明白 这不仅仅是为了我 对你来说 更是提前毕业的最好机会 我明白了 对了 你去找一下敏医生 他有些测试需要你的配合 好的 校长 杨校长让我给你做一些测试 你需要快速回答我你的直观感受 好 这张图让你想到什么 密谋 下一张 冲突 下一张 冲突 下一张 冲突 下一张 下一张 冲突 伤害 崔奶奶会因为我的选择被治疗 她会受伤的 还有一个测试 跟我来 我给你讲个故事 我给你讲个故事 一个阳光努力的女孩 她的生活 从恋爱的一刻便蒙上了阴影 她的父母告诉她 她的存在就是为了照顾弟弟 而她必须要嫁给有钱人 来贴补弟弟的生活 女孩不愿意辜负自己的男朋友 但是她又如何对抗自己的父母呢 然后呢 我才会伤害的 你在乎他 我只是想听完故事而已 她依然努力地追求着她认为对的事情 从不屈服 哪怕半分 她是黑暗里所有人的光 但后来光灭了 再也没有亮起 没有人帮她吗 我的故事讲完了 我觉得 测试结束了 Oops Aaron's calling me 是 很快我就可以回家了 这里的一切人 和事 将与我无关 Oh this is funny Look like the end of the trip 这张员有什么可怕的 拿着 咱后面有留药关 吃吧 你来干嘛呀 检查 同意哥 我俩先走了 我可没听刘教官说起过要检查 杨校长要检查 谢谢你 我还能让我回线 我永远要卖 去的 你 的 我 ž 一本小说 这在学校是禁止的吧 这么多牙签 我还以为它雕的都是同一根 这是哪来的钱 都是抢的吧 半瓶酒 侯姨哪来的酒 差不多了 看来找不出更多的东西了 都搜完了吧 还差你 你要干嘛呀 搜身 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拿出来 来点样子 别废话 别废话 这伤痕 不是新伤 至少也得十天了吧 你少炸糊嘛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十天内啊 十天内的伤口 什么样 我最近恰好比较了解 你想知道 我那天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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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摔的 酒哪来的 我家里 不是 我喝多了记不得了不行啊 都来徐山娃那小子 我喝多了 这小子居然消失了 foto ức辰 就可以了 食物 拿鞋脱了 哇 这可味儿了 这里边什么都没有啊 别废话 脱了 住 他 我也在 年的 放 怪不得刘教官这么护着你 原来你得帮他搞钱 好了 搜身结束了 张阳 你能不能饶我这一次 其他都好说 账单鸟交出去 刘教官会打死我的 我到这去教育就完蛋了 这样的 你只要不举报我 我告诉你个秘密 关于刘教官的 一个秘密换一个秘密 你说还是不说 我都能举报你 你知道吗 我就赌你跟我不是一种人 拿去自己处理吧 你偷报那天晚上 我看到刘教官在帮公罗附近出现过 他似乎在跟米医生吵架 他们说的什么我可没听清啊 但是他们两个人情绪都很激动 他们似乎提到了电机 和一个叫做林林的名字 就这 调查又如何了 我调查出了一些问题 这么快就有进展了 其实您亲自问会更快 因为他们不敢欺骗您 不 如果我去问 他们就会觉得 我在乎他们的小把戏 说你的调查结果吧 我看你 这个人是愿意的 试试 你是在等我问你吗 不是 这个是 何亦违反校规 他违反了校规 看来你还是没懂我的意思 你不懂得如何真心帮助同学 以后要更加用心了 别辜负我对你的培养和信任 接下来是谁 徐帅娃 杨哥 杨哥 这天真热 来 喝口水 都是给你买 全都是给你买的 杨哥 这么做真的是你希望的吗 你算干嘛的 如果你遇到困难了 我可以帮你的 我用很多闹会住 我好想展示 都送你 我好想说 我 forgiven 你答应 我好想要的 你 你 在她 吃饭 吃饭 你怎么在这儿 这狗这么可爱 能不能放了他 学校规定 禁止洋宠物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跟他没关系 你就这么在乎一条狗吗 你懂个屁啊 他是我朋友 我来啊 一些 一点 是 做着 我主要 是 这是 我的 是 我 不 是 是 是 这狗窝还有门牌 一座狗毛可以当证据 这应该是以前学生课的 这应该是以前学生课的 这家书为什么没有寄出去 喂狗的馒头 这里堆了厚厚的树叶 好像故意买些什么东西 教官的胸标 上面的是血吗 教官的胸标为什么会在这儿 小狗喜欢藏东西 这么看带血的胸标应该和徐山娃有关系 徐山娃的秘密应该差不多了 该回去复命了 你能放他一马吗 徐山娃霸凌学生几乎全校尽知 徐山娃霸凌学生几乎全校尽 你大可以拿这个交差 但这小狗 若是被杨校长知道了 肯定会弄死他的 你还真是爱多管闲事 现在管到了一条狗身上 无论如何 小狗都是无辜的 我不会为难狗的 只是 你想干吗 你把狗窝放在这么明显的地方 不就是等着杯茶吗 不是他半点手里 校长 这事是我丢人了 你想要钱我不拦着我不在了 那你这么容易就被人发现了 是不是嫌你太狂了点了 校长 我其实 是 我 爹 徐山娃确实查到了问题 明师的测试我看了 你觉得结果怎么样 以米医生的结果为准 测试问卷的问题是我猪子 你不好奇结果吗 好奇 米医生给了你很高的评价 当然他的评价不重要 是你的测试结果非常优秀 那你现在可以说徐山娃的调查结果了 让我看看我最优秀的学生表现怎么样 徐山娃在学校里一直霸凌同学 这就是我最优秀的学生的能力吗 你让我很失望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这种人尽皆知的事实还用去调查吗 不明白 那我让你明白 你这是第二次不用心了 你这样让我很失望 我想你是需要更长的感恩治疗来醒醒脑 我对你的期望很高 而你做得很不好 下面再犯 我对你的耐心恐怕就耗尽了 去找夏敏医生 然后开始查七秒吧 好好的校长 好的校长 水峰 水峰啊 好好的 好 呃 我只是想把我脚掉 所以现在是 有病就去医务室治病 我不想招惹你 你也别招惹我 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有人觉得咱们病了 所以被送来治疗 但是你觉得咱们 真的有病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让开 你不用回答 只要你开始思考 这个问题就够了 告诉我你听到 这段音频的感受 你感受到了什么情绪 很孤独 好像广阔的空间里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我感受到了热血 像是即将冲锋的号角 来听第三段音频吧 这次看着我的眼睛 这不是音乐 告诉我你感受到了什么 回答问题 我感受到了 我感受到了痛 这是杨校长治疗的声音 你想清楚再告诉我 你感受到了什么 我感受到疆 我感受到了疼 可以 tutorial 你可以去完成杨校长的任务了 你逃跑的当天晚上 带领监察组巡逻的就是奇妙 这是监察组所有的监控视频 好的 谢谢教官 刘教官说你时间有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把你知道的人举报出来 我们把你交给杨校长 可不用跟刘教官汇报 可刘教官说 你出去 既然大家都在 那我就不用一个一个审问 审问 张阳 你才是逃跑过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 审问我呀 是不是 巧了 我要问的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你想问什么就问 但不要为难我的组员 想不到你还挺仗义 就是不知道你的组员们是不是也一样 张阳 我们是不会让你给老大喝污水的 这么忠心 那就你吧 当天晚上 你们从感恩箱里拿走了什么 感恩箱怎么了 同学把举报信放进感恩箱 我们去收信 这有什么问题 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感恩 我们来负责归纳整理 这是杨校长给监察组的权利 你还质疑吗 不对 怎么不对 监控视频里 它明显颠了颠信封的重量 说明里面装的不只是举报信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因为那里面装的不是用来举报的 而是说孝敬 或者说贿赂你们监察组 我说得对吗 老大 我只想问监察组老大七秒 你组员做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好 有担当 这事我记死 但还没完 当天晚上 你们在后山发生了什么 一切正常 那奇妙对话的男女呢 他们是当晚进行校内引导的同学 只是告诉我 同学和家长都已经安顿好了 你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疑问吗 捕风捉影 你对得起你老大 但你觉得你老大对得起你吗 你什么意思 奇妙用了很巧妙的方法 拖延了监察组的旋逻时间 导致了大家都没有第一时间 发现教务楼里的异样 你们所有人都试词 所有人 你老大 有本事创我来 不要着急逞英雄 我知道自己要对谁来 现在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拖延时间 你的这些手下 我都可以放过 别以为说句漂亮话就能怎么样 我当晚言误巡逻的事情 已经跟杨校长说过了 有没有人要举报奇妙 快滚吧 张扬 杨校长还等着你赴命呢 好了 你们走吧 你等一下 我逃跑的那天晚上 有人打约了杨校长办公室外的教官 接着 你就延误了监察组的悬落 目的是为了好让你们的同伙 进入杨校长办公室的队 监察组失职是我的责任 但其他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下一个就会调查姜洪文 她当晚擅自离队 随便你 行 我知道了 张扬来了 哎 你可真心急 如果有点耐心的话 结局可能会不一样的 说人话 你不是想回家吗 废话 你不想回家 现在这么多人谁不想回家 但回家和回家也是不一样的 你想真正意义上的回家吗 你想告诉我什么 不如直接说 不许他们 如此 不许他们 这样 所以 国家 希望你想好了再说 齐淼曾借自己监察组组长的身份 默许监察组收学生们的孝敬 你还是没抓住重点 他们监察组确实是违规了 孝敬 你说得对 那是重要吗 我以为 不是我要打断你 你这太总一开始就错了 你理解了就不会以为了 你以为就说明你在确解我的想法 对不起 校长 来 咱们再去出工店 好让自己的头脑更清晰一些 好值得自己应该把这点放在哪里 杨校长 我错了 我理解了 帮助同学是感恩 我要更用心地帮助同学 接下来要调查谁 江洪文 他当天晚上擅自离队 不要让我失望 尸里扒外的东西 就你也配当监察组组长 我迟早给你扒了 他保护了你 可能只是暂时地放过 我真的没有无法效果 请求你别举报我 江洪文在哪儿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他呀 他大部分时间都到外边巡换 就晚上睡觉才会回来 晚上喝点 行 我要看监控录像 杨校长让我来调查江洪文 你抓紧时间啊 好 Brave 《际 réalité?》 《际 происходитııı啊》 《辅看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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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的 把东西给我 谁叫你来拿的 侯毅 还是江湖文 反正不是你 张晓 你做的事情我都知道 你最好把东西给我 你最好够的东西 你最好不得了 你最好够的东西 你最好够的东西 你到底怎么想的 查到什么了吗 明知道我在查你还这么逍遥 你不怕死 一起抱我吧 你们全都是我贿赂交官的资料 你这算是自首还是谋混过关用的 对你来说重要吗 对你不重要 你的举办会影响很多人 包括你在乎的人 我明白失去的滋味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三思 我自己会判断情状 也知道我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这件事我会深度考虑的 小长 我还是没有头绪 你辜负了我对你的期待 回街街市反省 字幕志愿者 杨人 你们全都是我贿赂教官的资料 你这算是自首还是蒙混过关用的 对你来说重要吗 对你不重要 你的指望会影响很多人 包括你在乎的人 我明白逝去的自卫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三思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我奉劝你不要挡我回家的路 小长 我还是没有头绪 你辜负了我对你的期待 回这些事反省 我自己会判断情众 也知道我的选择是什么 这件事我会深度考虑的 让我来看看当晚的真相吧 怎么办 温锚室里到底有什么 才让你帮这么大於几日 錢 孩子交给我 你就放心吧 来 来 来 张杨妈妈 正好张杨来了 让他给你说几句 张杨 你妈妈 杨杨 是妈妈 妈 听杨校长说 你现在进步特别大 妈妈的选择果然没错 我就知道杨校长 一定能治好你的病 妈 你放心吧 我在这里一切都好 你一定要好好表现 听杨校长的话 早点毕业 妈妈很想你 我知道了 你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你妈妈很期待你的毕业 那就让我来听听 你对江洪文调查出了什么吧 江洪文私自会卢教官 但除此之外 它并无问题 关于那天晚上的人 我还需要更多时间查 我如果再给你两天时间 你能查过吗 我一定会尽力而无 很可惜 不用了 刘教官 来了 把张杨关精心事吧 刘校长 可我的调查了 不用调查了 我已经通过你前面的贡献 调查出了真相 而你错过了最后任务完成的机会 去静静 好好反省反省自己吧 走吧 走 他们是一个整体 江洪文则是一切的源头 监控录像显示 在操场上 监察组成员集合的时候 江洪文还在队伍里 随后 江洪文便消失了 并且在学校里 所有的监控录像 都找不到他的踪影 直到最后 主楼前 监察组成员集合的时候 江洪文才再次出现 在这期间 齐秒带领监察组的成员 在礼塘 后山等地 故意拖延时间 这一切都证明 江洪文在指挥 其他人实行自己的秘密计划 校长 我的汇报完成了 我可以回家了吗 你在这里的治疗 结束了 BJ如守 hako 你 绝对 你 这 他们 dig 你的 ters 大家好 我叫张阳 你先组 感谢杨小长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可以回家了 我会救你出去的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杨小长治好了我的病 让我从一个网瘾少年 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 我想问你们一句 你不想回家吗 你不想回家 跟我这么闲 我会被惩罚吧 加油 张阳 张阳你快走 我想回家 欢迎收听今天的男陈一话 今天非常特别 我们收到了一封求助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听 既然写的是家书 学校里环境优美 到处生机勃勃 老师和蔼可亲 像父母一样 同学们互相帮助 亲密无间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彻底远离了网络世界 我热爱这里 杨校长知识渊博 经验丰富 在她的感恩治疗下 我有了明显的进步 最重要的是 我学会了感恩 同学们 刚刚同学这封家书写得非常好 来 你给大家朗读一下 学校里的环境优美 到处生机勃勃 老师和蔼可亲 像父母一样 同学们互帮互助 亲密无间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彻底远离了网络世界 我热爱这里 杨校长学识渊博 经验丰富 在她的电机治疗下 我有了明显的进步 最重要的是 我学会了感恩 学会感恩 重塑人生 起心革面 唤醒良心 学会感恩 重塑人生 起心革面 起心革面 外星 良心 外星 良心 那就让我来听听 你对江洪文 调查出了什么吧 江洪文私自贿赂教官 但除此之外 他并无问题 关于那天晚上的人 我还需要更多时间查 你怎么看着江洪文这个人 普普通通 并无特别 你还有两天时间 如果两天后 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你是知道后果的 一定努力 不会辜负杨校长的期望 不是辜负我 是你辜负了自己和你的母亲 挺直的 你没照眼 你找事吗 走走走走 晚上来监察组教室找我 进 治疗是明天 我只想告诉你 我已经找到了第三条路 我已经找到了第三条路 几事 给你们悉尽 variations 这不是 这是 最后 定为 因为 我已经记得在我们的 我也数字 你 要 无厉害 哦 你 我想我们可以互相重新认识一下 那我们就重新认识一下吧 你很厉害 之前还以为你是反派 没想到我们是一伙的 能在杨校长眼皮子底下 带领大家坚持这么久 我很佩服你 虽然之前是被杨校长逼迫 但你做得也太绝了 是我对不起大家 希望以后 你就是我们的伙伴了 要记得站在我们这一边 之前你帮了我很多次 我很感谢你 就算你有苦衷 也不该把我们害得那么惨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还没有做什么 反正都过去了 还是会让你加入我们 团队里确实需要一个像你这样蛮体力值的人 我是说 武力直超群 这个给你 谢谢你救了我的狗 你到底不必送我这个 收下 那天晚上 你到底在办公室里做了什么 这在从你看到的日记说起了 我的女友林林死在这里 他们说林林是自己 抑郁导致的自杀 我不相信这些 所以我来到了这里 那真相是什么 我带着窃听设备而来 本以为会听到什么证据 却无意间知道了 杨校长的办公室里 居然还有着林林曾经的录像 她留着几乎所有学生的电机视频 还时常拿出观看 每天夜里 我去杨校长办公室就是为了这个 把录像翻了出去 现在应该早就上报了 按理说记者应该很快就会来了 在记者来之前 我想 我们 我们得先确保过得了杨校长这关 他让我明天教人 你有想法 有 在我逃跑的那天晚上 刘教官和米医生发生了中途 我想 也许这可以成为我们的突破口 刘教官对米医生一直穷追不舍 或许医务室 和刘教官的宿舍 会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第一次是看图 第二次是听音乐 今天又会怎么测试 有什么新花样吗 你今天倒是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和你说过的原因 我想找一条新的路 是什么路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给他做测试 黄医生 咱们聊聊几分钟就行了 张杨 张杨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已经记得了你了 你们女人就喜欢口事经历 我等我 你要是在这儿 我就把你的手术给告知了 米医生话里有话 她办公室一定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爱心贴纸 这是学校最有爱的地方了吧 七八九届 那我们这届的整段记录在哪儿 这大概是米医生刚入职的时候拍的 原来她的生日是三月二十六号 这是我的报告 我让你来 Went Muss 让你见面 你去小杨 看不见了吗 我要是你 我听到你《宋街》 我看不见了我 我看不见了你 你怎么做了 我看不见了你 你怎么做得了 你怎么做得了 我看不见你 对year我 我看不见你 我看不见你 你怎么做得都没了 这应该是米医生的工作汇报单草稿 原来他一直在提议减少体罚和奠基 一个礼物盒 这谁送的 谁会在粉色的盒子里面放本武术书啊 这件裙子从没见到穿过 崔楠楠画得还挺像的 这是米医生的手机 密码会是什么呢 应该是米医生以前的照片吧 感觉那时候比现在阳光很多 病情统计单 病情统计单 米医生原来是医学院的学生 这些都是米医生以前的照片吧 这是米医生 这是米医生的手机 米医生的手机 密码会是什么呢 成功了 杨校长发的短信 一边画饼让他当分校校长 一边扣他护照 可真是好手段 刘教官要奠基设备的资料 他想干嘛 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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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医生似乎有点纠结 米医生作为这里的校医 一方面心疼接受治疗的学生们 另一方面却也被杨校长要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测试结束了 你先走吧 我可以帮你 不可以 见 有事吗 姚校长 我想调查刘教官 之前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其实在我逃跑的当晚 刘教官来过 这是你的个人行为 是 小长 不管你查的什么 你都回到这儿 然后把刘教官叫回来 需要这么着急吗 我还需要做 我一会儿还有事 你有十分钟时间 是 我没叫你来啊 去校长办公室 您敢命令我 杨校长请你去办公室找他 然后我还是想想想想想想吗 只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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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查到 这是刘教官的龙边 上边还沾了血迹 教官们总是对这类武器吃力 找到机会就用它打人 干 investments を 測像 我给你 痊肌事务 他这是在写些什么 原来刘教官借了钱 感觉像高利贷 教官他居然还偷偷向家长收钱 这里还有崔楠楠的后妈 这证书 上面的英文居然是拼音 一看就是伪造的 这里有个缺口 能不能敲开看看呢 这里有个缺口 能不能敲开看看呢 这里有个缺口 就是我们牵连 冒助他们 就是 그렇죠 看到 реж väldigt喜欢的 是有没有讲述��的 就是杜月切承 是 rains去 好 要洩洩官 一份关于门派的约定 这是外面镇上的地图 上面的圈是什么意思 它选中的地址吗 门派的衣服 他一定很在意 才会放在办公室 看来需要一把钥匙 你这些意思 你还可不可以 是什么意思 那些人 绝对了 在这些路上 有点减少 在你绝对了 在这些路上 有点减少 到某个人 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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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一把只有左边的钥匙 一把只有左边的钥匙 看来 好像不是用这个 看来需要一把 刘教官对搞钱可真的毫不掩饰 这里有个缺口 能不能敲开看看呢 好像不是用这个 感谢观看 一把坚硬的小刀 应该可以用来撬开什么东西 看来需要一把钥匙 好像 这里有个缺口 能不能敲开看看呢 一把只有右边的钥匙 看来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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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用 好像 不是用这个 一把完整的钥匙 我觉得 刘教官偷偷复掩了一份学校的账单 他想做什么呢 看来刘教官一直在偷偷计算学校的收入 想自己也从中牟利 不过他算得好像不太对 刘教官似乎对学校的收入很眼红 看来刘教官一直在偷偷计算学校的收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教长 他俩干什么 时间刚刚好 我需要给你们看个东西 东南亚当地医所行为矫正治疗学校 疑似存在虐待学生致死事故引起社会关注 不过我们采访了该名女学生的父母之后 得知学校并不存在虐待事件 该学生是因为抑郁症刺杀生亡 家长的声明为此事件画上了句号 但我们依然会持续关注 我已经知道了 那天晚上进我办公室的人 姚校长 小杨 我想看看 你查到的和我查到的是同一个人吗 我只有继续行动 才能帮助江湖文 事情没这么简单 江湖文确实是进入办公室的人 但是 但是他只是一个棋子 我已经找到了虫子 那个人就是他 你什么疯狗乱咬人吗 我看着就是欠仇 不是你干的你遭什么疾病 张扬 污蔑教官可是严重的玫瑰行为 你可想清楚了再说 那天晚上 你打了教官 也是你让江湖文进武阳校长办公室 还是你 让齐渺更改了巡查路线 好掩护教官不在的事实 就这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 江湖文是为了他自己的女人 我为什么 因为你想自立门户 开另外一所行为矫正学校 所以才利用江湖文 搞掉校长 你怎么血口喷人 可不干死 等等刘教官 我相信你呢 但咱听听张扬 还可以说出什么话呢 张扬 我很好奇 你继续 你说 刘教官为什么想要自立门户 因为刘教官他想赚钱 想赚大钱 你可有证据 您看他非常眼红您的收入 校长 您听我解释 刘教官 请你安静 咱们让张扬 咱们让张扬把话说完 他为什么这么想赚钱呢 还是让风鲜 说收入 监制 谁 在第一owe 只能帮到 再一次 你最后 说 这里 自己 小小医生 为何 这么想赚钱 这个确实啊 杨校长 我是个武人 又是门派的大弟子 我赚钱也是为了这个 所以我有钱也是开个武术学校嘛 您别听这王八蛋在这儿瞎说 您得相信我呀 杨校长 咱们别和这骗人的垃圾在这儿废话 让我今天不干死他 别着急 张雅 我就是假设 刘教官就是想开学校 你有什么进一步的证据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调查学校流水单 我怀疑是在测算何时才能赚钱和回本 屁 我那是为了 为了什么 你一个教官为什么要查流水 是担心我给你发不出公司来吗 校长 我错了 您得听我解释这个事 让我们听听别的吧 大雅 你还有其他的吗 他通过米医生 在私下收集和电机设备相关的资料 那他收集这些资料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调查林立的死因 以及死于的电量 这和开学校有什么关系 他想制造新的电机事故来害你 好替代你 更多事故 他这是讹诈我还差不多 更多事故 对他开学校也没有好处 对 校长说的 是讹 让我们听听别的吧 大雅 你还有其他的吗 校长 他一直都在背着你收黑钱 刘教官啊 我是知道你收钱的 没想到数额也不少吧 校长 我 我 您听我解释这事 我就是想赚点快钱 小刘啊 你这么做 对咱的招生可不利 我 我真的没想开学校 我就是想搞搞钱嘛 张阳 你的这个 反而让自己的观点 动摇了 是的 是的 我那也是为了 够了 你搞钱这点破事 我们之后再说 让我们听听别的吧 张阳 你还有其他的吗 这是他选择的学校地址 刘教官啊 你这地址选择得够繁华呢 不好管理呀 校长 我就是开个武术学校 是 这儿道管多 我要开就开最大 这倒符合你武术传出的想法 张阳 你这这个地址不太对呀 对呀 校长 我今天就当着您的面 让他知道一下我的力量 够了 刘教官 教训他不急于这一时 让我们听听别的吧 张阳 你还有其他的吗 校长 时间有限 我能查到的就这么多了 校长 别听他胡说了 看我今天不干死他 刘教官 慢着点 不差这一会儿 张阳 其实你做了挺多调查 但我实在不认为 你这漏洞百出的说法 有什么可取之处 刘教官 感觉你有很多想和他交流 不如你先教育他几天 回头咱们再聊 敢污蔑老子 我今天不打断三根龙鞭 我往为舞蹈传人 我今天不打断三根龙鞭 你现在不打断三根龙鞭 我会打断三根龙鞭 在这儿废话 让我今天不干死他 别着急 张雅 我就是假设 刘教官就是想开学校 你有什么进一步的证据吗 他调查学校流水单 我怀疑是在测算 何时才能赚钱和回本 屁 我那是为了 为了什么 你一个教官为什么要查流水 是担心我给你发不出公司来吗 校长 我错了 您得听我解释这个事 让我们听听别的吧 张雅 你还有其他的吗 他通过米医生 在私下收集和电机设备相关的资料 那他收集这些资料是为什么呢 曾经说 是为了调查林立的死音 以及死鱼的电量 这和开学校有什么关系 他可能是怕自己也垫死人 毕竟他不像您 是专业的 你 校长 我真的没用 够了 解释的话可以之后再说 让我们听听别的吧 大雅 你还有其他的吗 校长 时间有限 我能查到的就这么多了 校长 别听他胡说了 看我今天不干死他 刘教官 慢着点 不差这一会儿 张扬 不得不说 你今天让我相当意外 我也只是用心地完成了 杨校长给我的任务 校长 你得听我解释 这小子全是瞎 那这些证据呢 可都是在你那儿搜出来的 民生也多次向我反映 只是我一直以为 可是他太过敏感 毕竟一个女孩子在异国他乡 姓你的 他就是个婊子 还说这混蛋 你不能相信这么多话 我只是想开一个武术学校 压根就没想抢过您的生意 你吸这座学校的血还不够多吗 武术学校这种拙励的理由 你也讲得出口 张扬 我怎么干死你 够了 你放开 放开 张扬 刚刚刘教官一直对你辱骂叫嚷 你要不要 也来教育教育他 比如 张扬嘴 你敢 我没有惩罚教官的权利 一切都听您的 很不错 张扬 你越发让我喜欢了 先把刘教官和姜洪文一起压下去 关静心室 我晚点找他们 杨洪文 吃羊子 放开 你表现得非常好 可以顺利毕业了 我感觉自己还不够资格毕业 希望杨校长能让我多留一段时间 你之前一直想跑 现在不想了 校长 是您教会了我感恩 这段时间我宛如新生 我想留在这里 帮助更多的人理解 和学习感恩 好吧 那就成全你吧 你妈妈那边我去说 你好好准备接下来的学习吧 谢谢杨校长 我一定会对您更加心怀感恩 你 你 有本事你就垫死我 像你垫死灵灵那样 他这是典型的精神底悟区和幻想症 按住了 我要加大治疗量了 兄弟 坚持一下 小刀 嗨 将他关键精心事 明天继续 好的 校长 想跑啊 往这边 有人觉得咱们病了 所以被送来治疗 但是你觉得咱们真的有病吗 你干嘛 他可是张阳 我打的就是张阳 就是他害了江湖文 杨校长差点就能被搬走了 我们这么多人 就被他这套头皮坑了 张阳 张阳 我去给你倒杯水 时间差不多了 该醒了吧 不得不说 你人缘还真不错 你是谁 这里的学生 刚到 你这岁数也太大了点 你为什么来这儿 叛逆 那你可真是够叛逆的 听医生说你被人打了 要我帮你找出来吗 谢谢 但不用了 他们为什么打你 给我讲讲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似乎在试探我 可能因为他们也叛逆吧 那这个学校叛逆的人可真够多的 你刚来 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吗 不用 我 以后你就是监察组组长了 你要及时汇报 其他同学的违规行为 是 进来 老师 我来报到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新来的李教官 以后你们要好好相处啊 你不是说你是学生 看来 你们已经认识过我了 她是我已经毕业的学生 是你的大师姐 打个招呼吧 李师姐 我是教官 你是学生 摆正你的位置 是 校长 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先走了 好 她就是这样的性格 她是听说你的优秀表现 把你当作对手 她当年毕业 也是被评为模范学生的 我比不上李教官 看你的表现了 对了 校庆就要到了 之后 可能会有教育行业的知名记者要来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我明白 配合校职工完成一切任务 确保校庆顺利 我其父 更好 例如板 一个兵就能听到 评刚庆顺利 听到最早上堰 最后再走 你 Stevens 出来上特性格 一个牛大éri 这是夹舷事 你记得 remos草居 合适的时机 想办法对抗学校 这是就我们的唯一方法 我需要你的窃听器 我要知道更多学校的信息 只剩七秒 他知道 我送他去静心事 你不会是刚好路过吧 监察组组长的情长路线 需要跟你汇报吗 不需要 但你马上就不是了 你是谁 你会知道的 现在除了姜洪文 你们二位可以走了 我说不要扶他 一个需要扶 一个不让扶 起来 走 同学们 学校之前出现了一些风波 因此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关注 同时 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为此 我甚感欣慰 同学们 我们的校庆即将到来 希望大家都能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和风采 下面 我向大家介绍你们曾经的师姐 李湘怡 谢谢 接下来 他将出任主教官继续教导你们 同时 因为前段时间张洋同学表现良好 帮助更多的同学感恩 学校决定 从今天起 张洋同学 将出任你们新的监察组组长 你们这两个疯子 江洪文让咱们不要惯他 推翻学校 我们拿什么推翻学校 之前有那么缺凿的证据都失败了 现在呢 什么都没有 行 你不去救他是吧 我来救 你等一下 他怎么脾气越来越差 我理解你想要救江洪文的心情 但不管什么计划 我们都需要先了解一下最新的处境 所以 我要成为最了解杨校长 和这个学校的人 怪不得他这么相信你 你加入 不 我已经有我自己的计划了 是 零零最喜欢树 所以我把能为他报仇的功绩放在这里 想我真的可以为他复仇 第一步 我们先从日常轻衣到达的地方开始 看看能有什么收获 师傅 忙着呢 你小子 走这儿啊 然娜 帮我把小车退过来 好 东西都放好了 你开始吧 我先去外面帮你收拾 看看杨校长和这学校 有什么隐秘吗 回来 谁让你放下就走的 仔细摆好了 这没人看着呀 你表演给谁看 轻点娜 我这可不是眼 这两盘花 杨校长可在意着呢 不就两盘花嘛 明天搬到校长办公室不就行了 他说今天就放在校长室门口 明天搬进去 那就得按他说的来 别以为他不在就能随便糊弄 他可什么都知道 好好好 杨校长就是神仙 行了吧 为了你好 别心不在焉哪 你记住杨校长的要求没有 今天放门口 明天搬进去 这还差不多 实话告诉你 只有像我这样的 才能在学校里混下去 我不就抱怨一句吗 那把你吓的 隔枪一会儿 得了吧你 走了走了 赶紧搬到校长室门口 就完事了 啊 等一下 回去吧 安 感谢观看